像這種招標 其實就是招標方 和投標方的一種博弈 不過你的公司 能夠第一輪地通過了 證明它基礎還不錯 現在第二輪 派專業的小組 到你那兒審查 目的也只有兩個 一個是要核實 你之前所遞上去的資料 是否存在虛假 第二呢 也是希望能夠削減成本 通過最少的代價 獲得最優質的服務 不過據我所知 工程類的項目 利潤應該是相當透明的 你只需要想好 你自己的預期利潤的 底線在哪裡 沒有必要跟著 對方的步調走 我懂了 我只要預示好目標 對方能接受就合作 不能接受就拉倒 沒有那麼多七七八八的 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合作合作 一定要建立在 假以雙方都能夠接受 合適的這種範圍之內 要不然就沒有必要合作了 當然有的一方呢 會為了爭取到這個機會 跟著賈方的步調走 而忘了自己的初衷 可是就算你得到了這個機會 如果你沒有賺到 預期的利潤 甚至賠本賺腰火 這樣的合作 也是不能長久的 沒錯 賺不到錢的生意 我寧可不做 這麼道理我是懂的 安丁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實在是太感謝你了 可以了可以了 大恩補言謝 我先走了 這幫孫子想要折騰 沒那麼容易 我先料你們兩天再說 你要幹什麼 找趙醫生啊 你呀 有喜歡的也趕緊上 春天來了 又到了萬物復蘇的季節 隨著濕潤季節的來臨 隨著濕潤季節的來臨 萬物復蘇的季節 萬物復蘇的季節 我先走了 項目這麼快搞定了 沒有 忙活了一個星期 發現敵人太彪派了 人家現在繼續安慰 想怎麼安慰啊 這把我打發了 這把我打發了啊 那你還想怎樣 是在醫院呢 楊張孟 楊張孟 別叫了別叫了別叫了 楊張孟 我就喊 楊張孟怎麼辦 發現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嚇喊什麼呀 別喊唐張孟 這什麼不好的呀 我那麼多頭喊呢 來向長老呢 西中心裏邊的女主角 都喜歡唐張孟 稀罕人 今天晚上有沒有空了 另外去整吧 不去了 我吃班呢 出來個三五分鐘還行 出來久了 還可以出事 乖 好吧 哇 我明白 我理解 我不會是韓劇裏邊的 女主角纏著你個飯的 放心吧 那你明天呢 有沒有空啊 明天 明天我輪休 應該有空 那好 我這兩天被那幫孫子 纏得夠嗆 晚上呢 我好好回去睡一覺 明天過來騷擾你 啊 拜拜 拜拜